好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攝影鏡頭 天啊 太帥了 太帥了 好 有需要不畫面的舉手讓我們知道 帥喔 好 你看 你看 我攝影師停不下來 一直按 太帥了 太帥了 為什麼那個鬼哥可以從我 剛差點脫火了 就從我小時候 你一直出來 好好用凱凱 各位蝦冰 各位長官 各位在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小改黃生 當然我今天穿成這樣 當然要隆重一點 而且這是一個很大的盛事 是 沒錯 所以說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覺得我要看重 然後我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對 重點是呢 就是中間看有機會就自己打歌 打歌 讓更多人認識我 因為畢竟這是全亞洲的事情 一定要的 有好多好多人在看 所以說 真發 真發 先唱一下 不用啦 還是人生定班 MV8月7號出來的 今天呢 就是好好當主持人 是 對對對 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唱歌的時候 就再去換一套衣服 原來是因為要換衣服 是是是是 穿什麼衣服我們就做什麼事情 是是是沒錯 對 好 那這一次呢 覺得鬼哥有主持我們一期的節目耶 去你的娛樂 去你的娛樂 你覺得 你覺得 像剛剛榮這樣分享 他覺得 直播的節目就是很快收工 那你覺得呢 on time 就是在一點上就結束了 對 那你覺得跟傳統的 你會起來的感覺 不會 其實我覺得已經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傳過傳統的事情了 對 平台不一樣而已 是平台不一樣 那去你的娛樂比較有趣的就是我們 比較free 就是如果 呃 來賓還沒有來 以前早期我們不是就一直要拖時間 對就是要等 想辦法拖到來賓來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們很free的就慢慢來慢慢來 來了我們再慢慢加持時間 只要上面的人沒有走 哦 對 就是這種概念 哦 這樣也是很有趣耶 是啊 就變成另外一種呈現的方式 對沒錯 然後中間呢 你沒來沒關係 那我們就跟 嗯 網路上面的人聊天啊 對 這種概念 就是跟我們的民眾更多的互動 是 那這一次呢 我們的金魚獎 鬼哥要用玩很大的心態來主持嗎 欸金魚獎本來就已經玩這麼大 玩很大 玩超大的 對不對 已經玩這麼大了 那剛好我都加入玩很大的 我玩剛剛好 對對對 所以說其實也不需要用太大的那種壓力給自己 一開始我接的時候有一點點緊張 是 但我知道我的partner這麼樣的優秀之後 我就放鬆了 這個陣容真的是不簡單耶 我覺得我真的很期待你們當天的表現 好想要去現場 我也很期待 我等一下就要去投票然後抽門票 哈哈 不用不用 哈哈